港股昨日因雨災休時 內地股市則以反覆偏遠為主 為官符電力板塊的整體表現較佳 電力設備股的東方電器 1072 於週四曾造出8.76元的52週低位 最後以8.8元報收 基於集團較早前公布的上半年業績維持增長勢頭 現時股值也處於合理水平 隨著股價以作深度調整下 不妨考慮部署趁低收窄 東方電器主要為發電機製造和發電站工程承包商 產銷清潔高效發電設備 新能源設備 水能和環保設備 以及提供相關工程和服務 母公司為東方電器集團 持有55.4%股權 屬國務院國之委監管的央企 集團較早前公布 截至6月30日子中期順利20億元 人民幣 下同 升約13% 每股盈利64分 不派中期股息 期內收入299 2億元 升7.2% 營業利潤23.3億元 期內新增訂單488.6億元 除了業績符合市場預期外 集團募資收購母公司資產 亦有進展 據悉 上交所近日已批准集團 宣傳訂向發行A股的申請 該訂向募資計劃建議 向35名特定投資者 發行最多2.72億股新A股 募集資金最多50億元 募資收購資產 包括東方電機8.14% 東方汽輪機8.7% 東方窩爐4.55% 及東方松基5.63%股權 總對價25.27億元 完成收購後 上述4家公司均為東方電器 全資附屬公司 股值方面 東方電器往職市盈率8.48倍 市漲率0.7倍 在同業中並不貴 而息率4.29厘 亦屬合理水平 可後股價沉底期部署收集 上網目標為10元 港元下同關